来 乔丽 这是我们的销售 乔丽 这是配给你的 授钱技术知识 刘明达 以后你们要好好合作 你好 你好 乔丽是我们销售部的新人 您要多帮忙她 来 这些是一些技术数据和资料 看起来挺枯燥的 但没办法 你们见客户的时候 除了要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外 还要对自己公司的产品特性 非常清楚才行 谢谢 女朋友啊 这么紧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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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带着你用戏去冲刺吧 经验方面 可以随时向琳达请教 怎么了 琳达可能对我有点误会 你们之间的事不用告诉我 至于你怎么解决 只要不违法判计我也不干扯 你不是女战士强力吗 有着一亿挡百的勇气 连个战友都搞不定 请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还不走 你吓我一跳 这么用功啊 是 我把考大学的镜头都拿出来了 是吗 态度值得表扬 这么心情的工作 都顾不上肚子饿了吧 我请你吃点东西 走吧 我这个销售总监来给你做直签培训 你应该求之不得 怎么这么正式啊 我以为会去个大排档什么的呢 辛苦一天了 好好慰劳一下自己 每次吃一餐的时候我都得心里默念 左手插右手刀 真怕自己拿错了 喝汤的时候不能出声音 切牛排又怕自己切的形状不好看 意大利面一摆在桌子上我心里就想 这时候要是有双筷子就好了 你现在是销售了 以后要经常跟客户吃饭 这样的场合会有很多的 吃个饭就这么紧张 哪还有心情跟客户沟通谈判呢 说起来也奇怪 如果是相亲呢我就不害怕 但如果是跟客户见面 我就不敢畅速于言了 你先想看 相亲是向对方介绍你这个人 见客户是向对方介绍你自己的产品 两者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就是两个人必须合演员 你要有个人魅力 可是个人魅力这种东西 其实是甲之熊掌 乙之皮霜呀 有些人就是气场不和 就看了第一眼就有生理厌恶感 根本不想再继续了解你的兴趣 爱好和特长 如果我见了客户 还没有介绍我自己的产品 就因为我长得不像林志玲 或者因为我没有做到笑不露齿 直接被客户给怕死了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你当见客户是什么呀 人家又不是笨得你这个人来的 你长什么样跟药谈那事没关系 你只是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住局势 让客户静下心来听你的介绍 然后再一步步地挑起他对产品的兴趣 说得容易 怎么把空啊 你被人求过婚吗 求过 好 那你现在回想一下 当时对方的神态 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 是什么 表情有一点凝重 强势力带着一点脆弱 好像如果我拒绝了他 不光我自己会后悔 他也会很难过 没错 其实不论两个人感情已经有多好 对于提出求婚的这个人而言 永远顶着被拒绝的风险 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诚意 要让对方觉得 如果他选择不跟你一起生活的话 他就做了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 要让对方感受到 你是真的鼓起了勇气 很有诚意地提这事 这样子对方要拒绝你的话 也挺难的 怪不得说你销售不好做呢 见一次客户求一次婚 我得活得多没心没肺才能练出这种本事来 你现在试试 拿我当客户跟我谈合作 记住我刚教你的 陆总 陆总 你愿意跟我们公司合作吗 意思差不多 但感觉差一点 没有求婚的那种 必须拿下你的感觉 是 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像求婚的 我看我像骗婚的 我也一次给你看 你记住这种感觉 乔小姐 乔小姐 我们公司的情况 都跟您介绍过了 那您看 您 愿意跟我们合作吗 我 不愿意 愿意 愿意 您看 先生您来看 你看 管用吧 学到我一点精髓了吧 你功力太深了 我回去再练练 对 回去对着台灯 对着杯子一遍遍地练 等到把必杀的眼神练出来 你就成功一半了 对了 明天你去一趟昌州 代表赛斯去见王桂林 王桂林 咱们主供的不是于智德吗 王桂林也得见 记住 歌人魅力加上求婚的魄力 明天正好实战一下 嗯 最近的明星和歌迷影迷之间的关系 成了演艺圈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部反映歌迷疯狂追星的电影 疯狂粉丝王那种 你将要上级了 明天就是要给广大热门银 追星的通知识询问 阿姨 您这儿有热饮吗 什么叫热饮 热饮就是热的饮料啊 咖啡啊 奶茶啊什么的 没有 那您这儿有热水吗 也没有 阿姨 外面太冷了 您这儿有没有取暖的东西卖啊 这个管用 嗯 我 呃 手 出现时候 这个是你 对我们厂子的改制计划 我刚才念了一遍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没 不明白了 回去仔细地看一看 你们这些干部 一定要把文件给我吃透了 下周二厂例会的时候 都要配合这次改制 拿出你们各部门的小计划来 给我交到这儿 完成不了作业的 我扣你们奖金 扣奖金倒不怕 扣奖金都不怕 这日子过得挺好啊 没少出去赚外快吧 那你说说你怕什么 王厂 我还真有个担心的事 我相信其实在座的好多人啊 这心里面都犯在嘀咕呢 说出来听听 王厂 你刚才念的啊 我也听了个七七八八 改制是好 像京通现在这样 死不死活不活的 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这改制了 走向市场了 有了新设备新技术 京通就能大变样 那是必须的 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谁嘛 我们呀 我们这些干部 你说 大家在场里干了一辈子 大家混的是什么 还不就是个职称吗 这职称是什么 就是生活的待遇和标准 这住什么样的房 拿什么样的工资 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这生病了有多少医保 退了有多少的这个补贴 这一切的一切 是吧 现在大家钱拿的是少 但是稳当啊 这心里面踏实啊 可这忽然就要改制了 这一改制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市场化了吗 有用的就留下来 没用的就扫地出门了 那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办 尤其是像我们这些 非生产部门的人怎么办 还有那么多 干了一辈子即将离退的人怎么办 那是不是这一改制了 一次性买断就什么都不管了呢 谁说了要把你们扫地出门了 谁说了要一次性买断 改制也好 市场化也好 不是要把厂子卖掉 是要给厂子注入新鲜的血液 京同现在这个样子 不扒一层皮 怎么能够脱胎换口 我们大家 能不能先不想自己那点小利益 站在厂子的大利益 好好想一想 你说得对 在座的各位最年轻的 你半辈子也都给了精通了 厂里有些家庭 两代人甚至三代人 都奉献给了厂子 可老话说 前人栽树后人成量 咱大伙往后想一想 在座的都不是外人啊 我也就不装斯文了 咱打一粗俗一点的比方 目前的精通 就是澡堂子里泡澡那水池子 改制就是这一池子热水 这热水还没进池子呢 大伙能不能一条鞋 该砍柴的砍柴 该烧水的烧水 咱把这一池子水给它烧开了 水还没进池子呢 你们都先惦记着 在池子里 给自己找一合适的位置 有用吗 一帮大老爷们 光着膀子蹲池子里 就这么坦诚相见 不丢人 等这水进了精通 大伙该泡澡的泡澡 该搓背的搓背 我王桂林不耽误你们 话操理不操啊 都回去好好想一想 下周二弟会 把计划书都给我交上来 散会 等等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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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坐 坐 气糊涂 宣布一件事啊 给大伙介绍一下 这位是于志德同志 是市里 给我们厂新调来的副厂长 专门负责这一次改制的事情 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者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向于副厂长来 来找我 来问我 行了 三规 人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你这脾气啊 你改不了 这这这这 我这就属于典型的 遇着松人压不住活 你说气人不气人 精通改制还没影呢 没怎么着呢 都先惦记自己那点小九九 你不能要求 大家都跟你一样 整个精通啊 只有你一个人 是把自己整个 跟精通拴在一起了 搞得跟买一松一似的 别人只是想吃个定心板 可以理解吗 关键时刻 保大我 保小我这种事 一朝一夕 说不明白 不能着急 反正这事啊 就交给你了 你这干部稳不住 底下就更完蛋 你放心 等我 等我回来吧 我会分别找他就谈 有件事啊 我一直想问起来着 还记得那天 咱俩在理发馆里 喝酒的时候问过你 我说精通改制 如果你是负责人 你会怎么做 你告诉我分三步走 第一 精简 第二 清算 第三 改动画面 我知道啊 现在精通改制 你真是负责人了 照说这事 不管咱俩私交有多好 我都不应该再干涉 但我还是得提醒你 你改制 我不管你分几步走 咱精通这一千多二 我供人不能在这计划之外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你放心 于公于私 我都不会把改制的风险 分摊到职工头上 那天我跟你说这事的时候 我还是局外人嘛 所以我想的办法 比较 比较粗暴简单 我现在还不一样了 我已经是精通人了 我一定会为精通设计一个 最完善的方案 那我就跑到上海 先去探探软件销售 这水到底有多深 你跟这帮外企谈的时候啊 千万不能心慈收拾 不能被他们洗了脑 不能让他们掌控局面 一定要站住自己的阵脚 不是 你以为我干什么去啊 我 我掐价价 不过是先跟SG接触一下嘛 搞得这么兴风血雨的 那你也得拿出咱 京东大国企的气势来啊 成 你干脆到那边工地 给我捡两个砖头我带着 到了那儿我二话不说 把板砖往桌上一拍 直接震住它 您觉得这样成吗 行行行 要这样管用 还用得着你出马 我自个儿去就行了 慢点啊 你等我好消息 你等我 怎么这件事啊忘了告诉你了 今天赛斯那边 可能要拍个销售 过来跟我见面 我估计是约不着你 就开始打我的主意了 知道我不是改之负责人 看来他们是有早没早 露着先打一棍 我先替你应付着 尽量避免过早跟他们见面 到了非跟赛斯谈不可的时候 你再正式约他吧 我可以走了吧 十八里相送啊 你搞得我跟上前线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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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上前线人 你过来 干吗呀 你刚才还好意思拿澡堂打笔房 你原本你身上都什么味了 这衣服改写了 精通改饰 不差这洗澡换衣服的时间 上海赶紧走吧 这一刻王桂林很难不让自己去想象 如果这辆开往上海的车里坐着的是他自己 那么他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是激动 紧张 还是像当年当兵在沙场上演练进攻时那样 只揣着一枪的冲动和勇猛 这种感受曾经离自己那么近 但现在却只变成了两盏汽车的尾灯 远远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但王桂林告诉自己 对精通而言 自己这个人也许是最对的选择 但不是最好的选择 桂林 忙不忙现在 怎么了 手又痒痒了 这去杀一盘怎么样 走着 好 咱们 我 你看 你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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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你是故意让我吧 我还没老糊涂啊 你这个齐明明可以那样走 你干嘛摆这儿呢 我有那么好欣赏我让你 我这是长远布局 等着吧一会儿就杀你个骗家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能进来待会儿吗 我来找个朋友朋友没回来 外面太冷了 来来来 进来进来进来 来 坐楼子边上吧 顾领老婆 谢谢啊 你穿那么少怎么会不冷呢 喂 维克呀 你帮我查个个号好吗 我这边记录可能有问题 在特朗普先生给我的邮件里面 找到了吗 六七六五三二六零 谢谢 再见 六七六五三二六零 姑娘 你等会儿出去啊 把这个戴上 你啊 连保脑裤都没有穿 你穿得太少了 姥姥要生病的 大爷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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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暖一会儿就好 谢谢 谢谢 姑娘 你是来找谁啊 我来找我 我来找一个朋友 好好好 外地来的吧 上海来的 来之前也不看看 我们这儿的天气预报 看是看了 没想到这么冷呀 你在外企工作 你猜哪 太厉害了 这还用猜呀 满江州也找不出一个你 你这样答吧呢 江州没有外企 在外国人开的公司上班 就觉得自己生活 在外国的天气里 外企 外企好啊 我们厂里有个成功的儿子 天天吵着要到外企去 去年 不就跑到上海外企工作去了 外企好什么呀 前一阵他儿子回来了 跟变一个人似的 假不假事 这说话呀 装模作样的 一句话里 非得带两个英文单词 否则就说不出口了 毛病 闲谁都吐 连他爹妈都不入他眼了 我也听说了 他跟他爹妈说话也那样 怕他爹气得要抽他 说你个老子也来拉架拉掉的 我跟他爹聊会儿天吧 他非旁边插嘴 说什么庆幸自己是外企买脸 什么有美好的前景啊 今年这公司挣了多少多少钱 明年翻一倍又能挣多少 年底的奖金多少多少 我直接拿话给他怼回去了 我说你把命都卖过人外国人了 多挣点钱那是应该的 竟要啥 开口闭口就是钱呢 要不就弄一个什么职场的潜伏 讨好大老板 临走了 不跟他爹说什么美好前程 改要钱了 房租贵 工资不够花 还说什么这是暂时的 说他一定会崛起 因为他在外企工作 跟他爹说这钱啊 算是良好的投资 你猜他爹怎么跟我说呀 说以前是给自个儿养一儿子 现在是给外企养一孙子 现在年轻人找工作不容易 有一个地方挣钱呢 那就很不错了 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 徒子就是急功近利死而后已 大叔 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您在外企工作过吗 没工作过吧 没工作过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跟我这老哥这儿聊会儿天 还得有发言权才能开口说话呀 来来来 下期下期 明明知道我是外企的 还把话说得这么极端 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要说这礼貌啊 观其不语 懂不懂啊 你这插嘴就是不礼貌 好了 好了 怎么了 进来 暖和过来就坐不住了 我虽然没见过您说的 那个在外企工作的人 但是听过这种话以后 我还真是庆幸我自己在外企工作 最起码大家都不是带着偏见生活的 那你们得带着什么生活 有点偏见还好了呢 你们都是被洗过脑的 整天小子就是那升职加薪 还有什么 我们是有职业前景规划的 我们是有理想的 理想不就是今年多挣五百 明年多挣一千 老板表扬你一句 就跟规划了你的前景似的 我们的职业前景规划 是在有限的人生里 实现更多的目标 不浪费时间 把人生过得完整和有意义一点 就好比说在我们外企里 像您这个年纪的中年大叔 多半已经是中层管理阶级了 在这个时间里呢 他们正在交头烂额地忙工作 为了公司的利益 也为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过得更好一点 但同样 您呢 坐在传达室里下着棋打发时间 您已经是西洋西下的年纪了 但毫无警惕心理 随波助流 在您眼里我是急功近利 在我眼里您这是慢性自杀 我知道 打我一进来您就看我不顺眼 是因为我穿得不顺你意了 可是我今天代表的是一个公司的形象 所以不能穿得像您那么随心所欲 可是一个人就算穿得再随意 也要是有底线的 就是不能污染别人的视线 引起别人的生理反感 在我看来您就穿得太随意了 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岁的年纪 应该注重自己的形象了 肤浅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 但是这话呢不是我说的 是美国总统林肯说的 幸好您只是个看门的 您要是掌了权 想想都觉得暗无天人 你看你人间一个小女孩 你跟她叫什么劲啊 她要找的谁还不知道 要是那个人知道了生了气 你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吗 我知道她找谁 一个小姑娘这样说话这么刁钻呢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让她后悔了 不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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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